《紫紗壺》能長時間保持茶葉的色香味 被稱為茶具之首 每把壺都有它自己的性格 每一把壺都融入了紫紗匠人的靈魂 越是寶貴的東西,我們越要留下 讓它走向世界 世代傳承 小時候在老街的橋上 就經常看到龍船來來回回 運送一新的紫紗桃 我外公經常帶著我天天撿石頭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是屬於我們當地的一個特產 古人說叫富貴土 移興黃龍山是盛產紫紗圓礦的地方 圓礦的話大概分為紅泥 之前泡過茶了 但是注入廢水的話 它還會有一股茶葉的清香 在用的過程中 糊會經過泡氧不斷發生變化 注入每個人不同的情感 好像有生命一樣 紫紫紗能做很多器皿 以紫紗明湖為主 明湖裏面有分原氧器 方器 花器 晶王器 四大類 我從16歲開始就開始做自殺 我光打泥條打泥片 打了有將近三個月 要求是2.5毫米到3毫米之間 一開始要學圖的話 都是拿遊表卡尺去卡 但是到後來根本不用了 因為到手就能知道這個片子有多厚 是重還是輕 你基本功好 你就聽話 移興紫紗圓製作技是拍打成型 還有拼接成型 元氣是傳統的拍打成型 這個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成型方式 打生筒呢 是做弧的必修課程 其實把生筒拍到好很不容易 慢慢的一圈一圈 它每個地方都要打到 要把你需要的弧度全部打出來 剛開始 只要能把這個轉盤能轉起來 覺得已經是很開心的事了 當時做了大概有五六年的元氣 做方氣之前一定要會做元氣 它一定要方圓結合 方氣是採用拼接法 方氣的話一定要有樣板 裁一下保持它的規整度 下面的是虛坨 把泥片虛成你想要的弧度 這一步就是拼接 我現在再用的是滋泥 滋泥就相當於澆水吧 一片一片拼接起來的 一片一片拼接起來的 要把多餘的絲泥去掉 在我們這個圈子裡 你要么學元氣 要么學方氣 但是我是兩者兼得的 我還是很幸運的 裝嘴把 講究的是齊瓶 還有三點一線 像我平時裝的話 用右眼看 眼睛就是齒 當起刮蓋子 每一條線 點線面都要做得很到位 手上的力一定要拉住 一下歸一下 刮糊面 大部分做糊的工具 都要靠我們輕力輕微 表配是泥配成型的最後一道工具 也就是把糊體整體弄乾淨 現在就是讓它自然硬乾 然後去燒紙 燒至早期大多是龍藥 因為它的形狀就像一條龍 握在山坡上 溫度大概在1150到1200度左右 要兩三天 我師傅、吳老師、華老師 他們要求非常高 整體的胚燒出來以後 不滿意的情況之下 也是把東西就幫我擦掉了 不下幾十個 自己做得不滿意的也會咋 做糊並不是每次都能順風順水的 華老師的大兵對方 是我記憶上想達到的一個高度 我一直在學習它的精、氣、神 紫砂都是師父帶徒弟 父母帶子女 一代代傳下來的 我們的記憶都是師父用心教我們 現在有了一點點小的成就 要像師父帶一樣 把劑全身給下一輩 這個麵 不要這麼直 要一個斜面 八燒 你看 做得太簡單了 要加強一下 做糊要精益求精 不要住職帶 我十六歲就拜到了 華健和吳其民兩位師父的門下 他們跟紫砂湖一起 伴隨了我整個青春時期的成長 其實我跟吳清祥師父學藝 師父這種敬業的精神 而且很執著 一直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18年的時候正好是江蘇省的第四屆藏圓盃大賽 第一次把紫砂項目作為比賽的項目 所以那個時候我要去參賽 我先生就跟我講 這八年紀了 愛穩一點吧 那我的性格不行了 我說 吳老師前幾年已經五十多歲了 但是他不服輸 他說他這個年紀了 他要去拼一下 結果是拼下來了 是拿到一個江蘇技能狀元 這個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那麼多年 我一直在心裡默默地尊重師父 而且我在學著師父 我也想這樣 讓我的下一代 在我身上看到我師父的影子 我們的紫砂以後肯定會越來越好 人家浮躁你不浮躁 你靜下心來 反而是你學藝的最好 充電的最好時機 把專業更加做扎實 這個才是你跟年輕人所要做的事情 一直要通到頭嗎 一點點 紫砂湖至今幾百年的歷史 一湖一沖秋 越是大浪淘沙 留下來的東西就越寶貴 紫砂匠人把中華千年文化的經典 都藏進了這小小的泥湖裡 每把湖都有他自己的性格 每一把湖都融入了紫砂匠人的靈魂 讓每把紫砂湖都有獨特的魅力和韻味 這是我畢生的追求 紫砂湖 紫砂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